其实大家都挤满了这个准备要返乡过年去了 各个车站一早就挤满了返乡的人潮 为了让大家可以顺利的回家吃团圆饭 台铁今天特别加开了普悠马号跟泰鲁格号的站票 而高铁则是加开了两个班次 台铁预估今天的旅客会突破48万人次 春节返乡台北车站人潮满满 而今年为了避免宜花东地区返乡无票可买 特别加开普悠马泰鲁格号站票 先就先买好了两三个礼拜以前 开票我们马上就要去抢 在又规划的两个礼拜前就赶紧抢票 但也有人没买到还好有站票 我们就想说来现场应该会开放 然后来看看看有没有钱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站回去 东线西线京南威县总计加开63列次 全线共开前253列次 那运人较平时增加44% 那我们今天预估上次的人数是48万2731人 那我们就要去年同计增加3% 而台铁春节自由座只有晚上7点20分 往台东满座加开17位站票 其他都还有空位 而高铁也加开两班次舒缓人潮 至于搭车返乡客运一样急满满 要脱好吗 本来就有预期今天一定是要排队 下午都看完的 那那是有朋友的 下午 许多人一大早就赶到转运站买票 除了抢提早回家也怕买不到车票 而国道免收费时段为晚间11点到上午6点 至于松山机场往返外岛天气转好 目前航班正常起降